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我们其他身体几个大的肌肉群的一个锻炼 我非常羡慕您知道吗 因为其实跑步对于我来说难度实在太大了 我这个体重 健身对我难度也很大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走进健身房做一些无氧的器械 我更愿意做这个 那就是导演安排的问题了 是吧 我得跟导演好好说说 我们今天要锻炼的这部分肌肉是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 就是我们的公二头肌 就是这的这块肌肉 虽然没有 咱俩做一个同样动作 来 对比一下 你看哪块 这块 其实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块就是我们常说的公二头肌肉 他手里要是拿着刀叉 我这时候就不敢做这个姿势了 其实在我们的锻炼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发现 要想把这块肌肉锻炼得漂漂亮亮的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难的 对 因为我们有过健身房经历的人都知道你的臂围就这个部分 想长一厘米很难 你得做多少组的这个器械是吧 甚至要吃蛋白粉 但是只要增加了一厘米 看上去就不一样了 这绝对就不一样 对 这出界上 你看见美先生一上台展示的时候 这固定了这个造型 要展示 所以一旦要练起来会非常漂亮 但是要想做一个好的锻炼之前 肯定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一个热身 那是 对 要不然容易受伤 对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专业教练 有请张雅婷老师 有请 大家好 你好 哈喽 哈喽 张老师今天来带我们做一个热身 有关于二头的专项的热身 那么这样呢 其实我们供二头肌练习的之前 它不光是要热身这一块 就是要热身整个大臂 还有你的肩关节 那么现在让我们赶紧开始好不好 好 来 准备 双脚打开 大拇指伸出 然后向前 注意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把大拇指使劲的往后掰 然后两个手指往上指 然后呢双手伸直 慢慢 左手不动 右手向后打开 对 要最大的环节 后背收紧 好 可以再往后一点吗 不错不错 慢慢手指尖向下转 转 转 再转还能不能再转 甚至你的胳膊 慢慢再向上转 加油 既然酸了 嗯 再往下转一下 我们要转四次 一二次 加油 第三次 非常棒 一次次 不想你够了伸直 好 够了伸直 慢慢回来 我们反面来 好 慢慢揪手打开 我们要转动了啊 充分热你的大臂 慢慢向下转动 那你 跟我才行 哇 后背先直 好 慢慢向上 好的 向下转 好 向上 第二次了 还有两次 加油 8 三 我觉得这个做法 其实也不用再量了 我真的 非常棒 4 好了 先放松一下你的手臂 还有最后一个动作啊 还有 对 还有最后一个动作跟我一起啊 先手指尖 向对 好 现在慢慢的便使用手心相对 这个时候注意 胳膊千万不要弯 要伸直 和肩一样 对 后背紧直 非常棒 很标准 那慢慢向旁打开的时候 手指偏向对 然后慢慢向后拉开 拉开再往后再往后夹一下 注意后背不要弯 后背挺直 慢慢再向你夹 感觉怎么样 手臂有没有感觉 有 有没有感觉小郭不准透了 慢慢再打开 非常好 再收回 好我们要开始训练了 五六七走 一回 二回 三回 四回 好慢慢打开 待住 这样是最热身的地方 好上下摆动一下快 快快加油加油 好了放松一下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热没热 吃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小郭教练一起 那么今天的打到有心男 重点锻炼的是我们的公二头肌 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始我们的计划 在锻炼完我们的胸背和肩膀的肌肉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锻炼完我们的手臂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很多男性朋友在健身的时候重点要打造的一个部位 对 我们说的这个公二头肌啊公三头肌 这个位置 非常强壮的一种象征 对 就你说强壮我觉得这一点说的很对 因为很多男性去健身房他们最关注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手臂肌肉 因为你在做训练的时候 这块肌肉是很直观的可以看到它的收缩 所以会很有成功来的 当然我们的手臂不光是只有公二头肌 它还分成 我们的手臂结构是前面是公二头肌 然后后侧是公三头肌 所以我们今天要打造的是公二头肌的部分 公二头肌分成两部分 它第一部分是公肌在侧面 然后另外一侧是公二头肌 它里面公二头肌它起点在我们肩膀上面 下面的话会落在我们前面 它有两个头 所以叫公二头肌 小时候我爸经常会说你看我这个就是小老鼠 对 然后当时我真以为有公二头肌 然后慢慢长大以后才知道 原来就是靠训练才能达到一个效果 这其实是很多人在展示力量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对 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电影人的机器 非常强壮 对 或者广告里面那个人喝水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显示自己强壮的一面 今天我们要练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这很强壮的手机 从公二头肌开始 我们需要用一个 第一个动作我们需要练的是全面的打造我们公二头肌的力量 第一个动作叫公二头肌 这个动作可以非常好的锻炼我们公二头肌的力量以及面积 所以它是我们健身爱好者最喜欢的一个训练 好 往双手以肩同宽反握杠领 双腿以宽同宽 保持挺胸抬头肩膀往后 绕一圈 把胸肠打开 腹部微微收紧 左腕节往里夹 记住这里面有一百块钱 然后不能往它掉 你夹住 对 你要掉了一会儿给我两百 好 好 吸气准备 呼吸 收紧我们的公二头肌 把钢铃往上弯起来 到我们胸口的位置 对顶端停住一秒 好 慢慢地落下控制环境 再对顶端手臂不要完全伸直 来来 吸气准备 呼吸 把钢铃向上弯曲 到我们胸口的高度 收紧公二头肌 然后慢慢地落下环境 吸气准备 呼吸 弯曲 注意肩膀往下沉 把胸膛打开 左关键往里夹紧 再来 上 好 吸气向上 吸气向下 始终控制住你的肌肉 呼 感觉我们的手臂像起重剂一样 有没有 注意头不要前后晃动 身体不要前后摆动 不能接力 始终控制住你的肌肉 发力 再来两次 加油 加点左关键 始终保持手臂的收紧 好 累满满缓人 好 我放下 踩上 给你出发了 出发了 因为我们的手臂 其实相对于我们的背肩 它的力量其实是相对比较弱的 所以我们用的重量不是太多 但是我们重复的次数会比较多 大概会有十二次 我们在做功务投机 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要求是 我们不能在做弯曲的时候 借助身体的摆动 如果你靠身体的摆动的话 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力量都转移到我们的背部 就会锻炼 转移到我们的背部旋转就好了 但是我们今天锻炼的是手臂功务投机 所以我们是要固定住身体 一定要把身体控制住 就是上身要相对保持不动 对 所以它的要点就是上身不动 然后只是动我们的轴关节 这样的话我们锻炼的才是我们的功务投机 这是以轴关节作为一个支点 对 没错 以轴关节为轴 然后只动我们的前臂上上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前臂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多刀少少会有一些感觉 这也说得非常对 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转眼 它不但可以锻炼我们的功务投机 肩膀的前竖 还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前臂 对 所以它是发展我们功务投机的最好的人训练动作 杀龙弯主 每次做四股 每次做十万次 然后接下去 我们要做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动作 做支持细节弯主 对 这个动作有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固定住我们的身体 然后在我们坐下来的时候 这手臂会固定在器械上面 所以你不能接力 我们找一个适合的重量 身体身后靠 肩膀和我们的臀部背部都贴在椅子上 腰和你的椅子之间 有一个手掌之间的距离 这是我们正常的腰部的时间 然后拿起我们的杠杆 把手臂上币贴在两侧 固定住身体 吸气准备 呼气从外口气发力 把你的杠杆弯曲到我们胸腹的高度 然后慢慢还原 控制慢一点 在动作最高点 稍微停住一秒 感觉肌肉的收紧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呼气上 吸气上下 这个好处是可以固定住身体的肘关节 所以我现在也没法接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肘关节要贴到那个靠位上 一定要固定住我们的伤臂 这样我们的锻炼效果才会更好 这个动作也是锻炼我们手臂肌肉的线条 我们可以不用太重 大概多做几次做12次 好 换你了 先做好 对你的腰与背 有一个手掌的距离 把腹部往里收紧 OK 好 拿起把杆 好 准备 吸气 呼气的时候弯曲 吸气慢慢缓 弯到顶吗 还是要 不用弯到顶 弯到我们胸口的高度就可以了 对 但是始终保持我们手臂的收紧 弓化筒子这一块 收紧 吸气还原 但是不要伸直 呼气向上 稍微停一秒 手臂始终收紧 慢慢退浪 对 在最底呢 停住一秒 然后退让性收缩 要让肌肉始终绷紧 对 在动作最底端 手臂不能伸直 保持肿关节微躯 始终控制它的张力 非常棒 用呼吸带着你的节奏 呼 吸 对 呼吸发力 吸气还原 感觉手臂的收紧 非常好 对身体姿态 手部收紧 对 很好 感觉你手臂肌肉的来燃烧 再三次 非常棒 对抬头也行 很好 最后两次 始终体会你肌肉的收缩 对 这个能明显感觉到 最后一次 好 防御员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能明显感觉到 你肌肉收缩吗 对 因为对初学者来说 我们在做抗瘤关节的时候 很容易去借助身体的力量 对 所以当我们借助身体后白力量 举起抗瘤的时候呢 我们的力量会转移到后背上 感觉比较弱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手臂感觉反而比较弱 但是这个器械它一个好处就是固定了我们的动作服务 所以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只会运动到我们手臂攻防头肢 对 因为这个地方顶住之后 它不能接力 只能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大家固定我们肘关节以后呢 它的所有的用力都是体现在我们的弓弱头肢上 所以对我们弓弱头肢的锻炼是非常好的 感觉马上就变大了 还有成就感是不是 对 这些动作你可以两边一同时做 你也可以像 单边一样 对 你也可以像现在一样 单侧 你把腹部收紧 我不能忍受你总是把肚子都快吐出来 这是两次一起锻炼 你也可以选择左边做五次 右边做五次 单侧训练 你可以试试左边一次右边一次 来 用左手开始 对 右手 其实在家里用那个哑铃也可以这么做 这也没错 好 再来两次 体会你肌肉的收缩 对 打开肩膀 好 每边还有一次 是不是看似的 他拈得来看有效果 多送了这一次 有心难 郭家你刚才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在家里的话 如果没有这样的气息 其实我们只要一个小哑铃 也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手机 动作 好 学会了吗 过去多做训练 每个人都有强壮的背板 你学会了吗 强壮背板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对哑铃的重量选择好 不要一味的有些朋友就觉得 我搞一个重量大的 比如说你做20次 我重量比你大 我做10次 但其实那样不好 有的时候会反而对你的肌肉会造成一些伤害 包括一些女性朋友 她可以就像你刚才说了 拿两个小矿泉水瓶 其实你像刚才我们做这个准备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是普手的 但你其实坐下来 只要动作规范 到位其实也很累 你稍微有所负重 其实就是 你别 刚才你那手都开不起来 你还是拿矿泉水瓶 有什么好处呢 炼完了可以直接喝水 补充水分很重要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 还不会太凉 因为手很热的 补充水分非常重要 而且所以提醒大家 在这个锻炼完了以后 锻炼其实过程当中 就要多注意 多次的少量的补充水分 对 同时也要做一些适当的 歌学的圈拉 对 圈拉和放松 这个二头做完之后应该怎么成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为您带的是 头颈尖的一个圈拉和训练 赶紧跟我们开始 好不好 好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 头颈尖的训练 让我们用五分钟的碎片时间 来缓解您头颈尖 所造成的压力和疲劳 好了 双脚宽于你的肩部 那么双手放在你胯部的两侧 那么一只手慢慢向上伸展 注意五指变拢 颈和肩 还有后背 使用加强延伸 好 反面 好 慢慢收回 那么这个动作呢 是我们头颈尖非常完美的一个拉伸 收回 那它可以让我们的血脉迅速的流通 可以让我们的头头耳鸣 能缓解它最好的方式 好 我们可以把幅度加大 慢慢收回 另一只手向上 弯曲你的腿部 向上移动重心 非常好 我们还可以把幅度加大 向下踩脚 走回 反方向 如果你累的时候 会头疼或者耳鸣的话 一定要记着多做这个动作 非常有效的环节 好 下面一个动作 手部指向右侧 向下摆地 指向左侧 那么让我们加一个蹲 顺时针的 画最大的圈 那么注意了 这个动作是最大限度的 延伸你的头 紧肩 从而能达到 极高睡眠的一个效果 好 让我们加脚 迈步 那脚指向手指的方向 好 蹲 可以画两次的手 好 让我们再指向 方向 对了 后背紧直 让我们八个为一组 可以把速度加快 开始锻炼 好吗 五六七八 加油 注意你的幅度 好 我们可以加上头 加大幅度 最后两次 最后一次 好 反面一样 左手 摆臂 向下 另一侧 重拾加蹲 逆时针的 画动我们的双手 加脚迈步 点地 逆时针画动双手 两圈 好 让我们加快速度练了 八次为一组 准备好了吗 开始 六七八 记着一定要最大限度地画动你的手臂 让雪月流通更加顺畅 那么你的脑工学就会充足 这样的话就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好 非常好 下面一个动作 双脚指向一侧 那身体相侧 你侧手背腰 另一只手慢慢手心向上 向前转动你的手掌 手心向下 那么可以加幅度加蹲 慢慢洗手画 那么这个动作呢 主要是缓解我们因为头颈肩所造成的疲劳 那么会引起你手臂的发麻 或者早上睡醒的时候 你这样捏 没有什么劲 那么多做这个动作 可以缓解你手臂发麻的问题 好 八次为一组 让我们开始练习准备好了吗 五六七八 最后一次 反面一样 手部画圈 然后下蹲 让我们开始准备八次 好了 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爱健身爱健康 雅婷依然在这里等着你 好 让我们下次再见